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比较少用的字,这个字叫做蒙。 蒙字的国语助音是, 蒙是一种两栖动物,名叫金线蛙,身体是淡绿色, 而背部有黄色的棕线,腹部为白色,口中有长蛇和牙齿,静鸡颈,名声雄壮,常常栖息水田,重为石, 所以有益于农作物,俗称为田鸡,又名水鸡。 而亚世鱼中有,在水者蒙,就是指这种动物而言,蒙又指一种四角细长浮在水面上,善于跳跃的小虫而言,俗称水马。 蒙这个字,还有另外一种读音是,猫吟敏三声敏,念敏的时候指的是勉力努力的意思。 如明冕就是努力做事,诗经小雅,十月之交友,明冕从事不敢告劳的句子。 这是说,努力工作,不敢有怨言。 敏字左边,如果加上水部,就当作水名或地名来说,不过因为所在的地点不同,也有两个读音。 像这个敏字,国语注音,也是猫吟敏,三声敏。 敏池是水名,在河南省的宜阳县,故城的西方,东南流入落水。 而敏池是猫吟,战国时代,赵惠文王和秦昭王有名的敏池之汇,就是在这里汇盟的。 他的西北方有一条敏河,南流入骨水。 由于龙海铁路经过,所以敏池也是河南省西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 敏这个字,又可以读绳,国语诸音是诗昂绳,二声绳。 念绳水的时候,这是发源于山东省林滋县,西北流入石水。 河水的湾区很大,俗称九里十八湾,又称为汉珍水。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,蒙这一次一共是十三笔,收录在蒙部。 而敏池是水名,也是地名,在河南省。 但是,念成省水的时候,则在山东省。 两者的念法是完全不同的,请特别的注意。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,就为您介绍到这里。 谢谢您的收看,明天再会。